Hello 大家好,我是伏秀酒店的米奇 歡迎來到伏秀英雄學院 今天就是今年的最後一天 相信大家都會趁這個機會做一些回顧 回顧一下今年發生過什麼好事 如果要開心的話,值得拿出來回味的 當然要拿出來開心一下 如果是不開心的 或者還沒有解決方法的 不用擔心,相信我 因為好的事情必定會發生在你身上 好的轉機,好的機會很快就會降臨 因為明天會更好 起碼我會相信這件事 如果是體驗過蔬果汁斷食的你 你一定會了解的 明天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的,不過可能會更好 至於我們有什麼值得分享 我也想了很久 還有我再看一次 其實是伏秀酒聯盟 我們今年發生過的事情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的 起碼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你覺得我們伏秀酒聯盟 這麼多人一起去做蔬果汁斷食 究竟減了多少體重呢? 這個是問題 我一陣子會揭曉答案 究竟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整年這麼多人減了多少體重呢? 這個數字都挺有趣的 所以如果你是追蹤我們 你就會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 我也照顧一下一些 可能剛剛認識我們的朋友 其實伏秀酒聯盟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伏秀酒聯盟這個名字 大家都聽到 顧名思義 就是在這個 伏秀酒聯盟的電影 當然這個電影很熱 熱了十幾年 我相信都會一直熱下去 所以我們吃這個字就有好處 還有 在我去台灣出差的時候 有時候跟一些當地的同事聊天 你知道男人沒什麼好說 說一些國際性的東西 所以advengers 國鐵、鋼鐵人 美國隊長這些 經常都聊 在我講伏秀、伏秀者聯盟國語的時候 我發覺那個仇字 我經常都找不到那個發音 我經常都讀錯了 在我找發音的時候 就發覺伏秀和伏秀 在廣東話其實都很相近 我的音 伏秀者聯盟這麼有型 而我們又想搞一個這樣的 home page 為什麼我們不去找個好一點的名字呢? 所以我們就找了這個 這個叫伏秀者聯盟 其實我都知道的 如果你說減肥這些字眼 其實都不用 很歐的 不太負面 而且我們這些肥仔肥妹 一聽到減肥這兩個字 基本上都已經是生雜 蓋住耳朵 因為是不想聽這些話題 我們就轉了一個字叫伏秀 伏秀也不錯 因為回復 我們其實除了減肥之外 我們是說要重啟健康 你回復一個健康的身體 然後就收回來 做一個體重的管理 這是一個精髓 所以我覺得複秀 複秀也不錯 而且我們搞得這個Facebook專頁 就不是為了一兩個人 我們分享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所以就有一個聯盟 大家一起互相支持 互相幫助 互相分享 所以複秀者聯盟 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大家也知道 另一位拍檔 Gordon哥哥 他在五月的時候 《經濟日報》的報道 出了街之後 我們Facebook專頁 有三位數字的Follower 一晚之間變了五千人 一夜之間變了五千人 你也想一下多厲害 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手機 我的手機是震得停不了 而我們就發覺 其實太多人要照顧了 每個人都說拿餐單 Copy paste 或Copy五千次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決定 不如拍片 拍片大家講 大家就聽到了 所以開頭 就由Gordon哥哥拍了三集 復秀英雄學院 分享我們的經驗 拍了三集之後 他又沒空了 他又有劇組要開 他說米奇不如你試試 繼續拍 他要拍三集 然後才到他拍三集 那 好啦 那我們就拍了 我拍完三集之後 Gordon到你了 他就說我又忙了 不如你多拍三集 那三集三集又三集 那我由第三集 就拍到三十幾集了 因為實在太多人要照顧 或者太多答案 太多問題要回答 沒有辦法等到 Gordon這麼忙的生活節奏 所以 就是如是者 我就拍了這麼多片 而Gordon可能實在太忙了 他去到大概 我們第一次活動之後 九月中 還是十月 我都忘記了 他就決定不再參與任何 復收者聯盟的工作 其實這個工作 真的是義務性質 很多朋友問我們收不收錢 我們都沒有辦法收錢 當然如果你想捐獻 當然是歡迎 但是我們沒有收錢的機制 所以沒有 如果有的話 大家想到的 都不妨跟我分享一下 可以令這件事繼續支持下去 更多人受惠 而復收者聯盟 雖然Gordon哥哥離開了 不再參與 用有限的時間去繼續經營 以及繼續幫助大家的朋友 而其實 由六月我們有紀錄開始 因為開始 蘇果汁段成的朋友 我們都會叫大家回來 每日報告體創 當作是一份小功課 而有紀錄以來 我們有六百零四人 有六百零四人 是被提交過紀錄的 有些只是問有沒有開始 那些是不計算的 那 這六百零四人當中 有二百零三個 有二百零三個是完成到的 六十人完成到的 而有三百七十二位 他們只是體驗過 沒有完成六十日的 而我們這麼多人加起來 總共減了的數字 就是體重變化 體重累積起來 是有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四磅 一二一六四 是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四磅 一萬幾磅的體重 其實是一件什麼事呢 我都覺得是很神奇的 每天看著大家 很努力去做收割汁 然後六十日就完成到 然後給我們一些照片 而這件事都是 這二百多人完成到的 這萬幾磅 不是只有這二百多人 這二百多人成功減到的 是減了八千幾磅 而那三百多人體驗過的 雖然他們都有些數字 他們平均每人都減九磅 那裡都有三千幾磅 所以其實你完成到也好 你體驗過也好 其實收割汁斷食 這件事 起碼可能是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而完成到的朋友 現在不止我和哥頓 其實這二百多人完成了 他們不是只完成了就算了 他們也都影響你身邊的人 他們也會開了其他的群組 開了其他的平台 去分享這件事 給其他有需要的人 一全三十全八 所以就越來越多人去知道了解這件事 就是嘗試這件事 當然你完成到 從啟到健康當然好 但是你體驗過 你中間感受過 收割汁斷食這件事的好處 對你來說 我覺得也有悲憶的 所以我覺得一萬二千一百十四磅 我看到這個數字 我都覺得 嘩 如果是變成錢的話 一百元一磅我都發達了 不過我不會想這些事 而那六百多人來當中 我們有大概27.4% 兩成多是男士 七成多是女士 而那個年齡呢 大概是由16歲到66歲都有的 沒有說年齡的分別 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是男性 三十幾四十歲的一個界別 但是當這麼多人 在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性別都試過是成功的話 我覺得 這個是 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嘗試的 而當中 三十幾歲到四十歲的人是最多 超過一半 而個人 剛才那些是大數據 而個人紀錄 我看到也挺有趣的 男士 男子組 男子組 有位叫做Handsome 他開始的體重 應該是全部最高的 是346磅 346磅的體重 他完成之後 去到299磅 299磅 他現在去到什麼程度 我就不清楚了 而男子組 體重最輕的是什麼朋友呢 有位叫做Man Pink King的朋友 他的體重是由167磅 開始的時候是167磅 完成之後 他就145磅 而女子組 最高的朋友 有位叫Quark Quark就是307磅 完成了60日之後 就去到259磅 都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而最輕的朋友 就是一位叫Stephy的女生 他是112磅 完成之後變成92磅 而為什麼要分享 剛才那些數據呢 就是說 有些人說 我這麼瘦 不用了 112磅的朋友 完成了60日 都會變成92磅 他不會變成50磅 不會的 而 減到60磅的人 是大有人在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 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年齡 或者自己的體重 有多多 而決定做不做 因為這是另一個考慮 就是 當你自己身體需要 的時候 你就會嘗試這件事 還有 就是 不需要再跟我去爭論 這件事 是work 還是不work 有些人走來 真的特意來踩場 喂 你什麼 不要 你和這六百多人 你和這12000多磅 說 是不是 就是我有的是數據 我有的是大家 一起分享回來的一些經歷 那 我覺得 這個是 就是 復獸者聯盟裡面 我最得著最多的是 是這些 就是這些數據 是沒有用的 但是我覺得人 是很有趣的 就是人 通常都是單向 或者很片面的 就是我對於自己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 我們每個人對於自己的故事 都遼如指掌 也都嘴上得很好 但是為什麼我們喜歡 和人聊天 或者和人分享 就是希望可以 聽到其他人的一些故事 是不是 那 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了解了六百多人的故事 六百多個人 是無私地和我分享 你們可能會覺得 我們是無私分享 其實我覺得 相對的 你們也無私和我分享 你們的經歷 你們的故事 你們的過程 在我的視覺來講 我就在看六百多個人的故事 如果我們做中間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開心的就是 那個希望 這件事 不只是我可以 原來每個人肯做都OK的時候 尤其是對於 譬如我們一些肥人 肥的朋友 比較肥胖的人 對於有時候 不如算了 不要減了 或者是這樣的 這一輩子 的時候 會有一些希望出來 因為 可能我可以 哥頓可以 或者其他人可以 阿小又可以 阿叮噹可以 阿Richard又可以 那你會想 為什麼我不行 每個人都可以 所以就憑著 大家的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故事 就會影響大家 所以這個不是 我一個人的功錄 是你們 屬秀者聯盟 是屬於你們全部人 是我們所有人 不是只有我 或者是Gordon 甚至乎 你們自己開啟一些新的平台 新的WhatsApp Group也好 你們和朋友親戚分享 這件事也好 其實你們都是 復秀者聯盟 你們都在開創自己的聯盟 其實主要是 將這件事 這個方法 分享給別人聽 我覺得是好的 而也見到很多人 有同樣的情況 得到受惠 我覺得這個是 何樂而不為 每天可能真的花 一兩個小時 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或者拍一條 十幾分鐘的片 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而我綜合了大家的一些經驗 再分享的時候 之後 後面 開始這件事的人 成功率就越來越高 而他們成功率越來越高 他又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所以 其實 復秀者聯盟就是一件事 所以 我看到這半年 一萬二千一百十四磅 是萬幾磅 我真的覺得 生命是充滿奇蹟的 因為是你們每天 在我面前 告訴我 你是一個奇蹟 那我就會 又努力繼續去經營這個平台 那 只有我一雙手 那我可以做到什麼呢 所以 的確是 大家的努力 是真的啟發了我很多的 所以 我也在這裡感謝大家 不只是大家去看的那些片 或者按那些東西 我不是要那些數字 我看到一萬二千幾磅的體重 我覺得這件事是 是 是一件好事來的 而你們也是在做一件好事來的 那所以 是的 希望明年 看看 有什麼新的玩法 現在還沒想到 那 還有 回顧來說 剛才我回顧了復秀者聯盟的回顧 那 我要回顧一下自己 因為我們講開這個叫做 體重管理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自己 今年的體重 有沒有變化 中間是怎樣上手落落呢 因為我們就習慣了 由每一天起床都會上榜的 接著就記錄體重的 這個就是我今年 由一月到十二月的體重紀錄 那 很有趣 我的體重是輕了三磅的 而中間你看到 上手落落的那個圖 你看到 到尾尾這裏 到尾這裏 這裏不是一個大的跌幅 就是我之前做了十幾日的 蘇果汁斷食 去到一百八十幾磅 的一個跌幅 來的 我完成了 不再保持 我又走上去 所以你要 達到 現在是說 二百三十幾人 完成了蘇果汁斷食的人 那 沒可能一輩斷食 那 你就要學會怎樣去 保持你的體重 是一個你喜歡 理想 不是 ideal 不是 standard 的體重 是你想 是你自己 希望 什麼的一個體重 什麼的狀態 你怎樣維持著它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 我好像我這樣 去年一月一號是說 一百九十三 那我現在是說 一百九十 那我就輕了三磅 是不是 那我全年來講 我都叫做保持 所以有些人會說 會不會反彈 會不會反彈 那不是因為方法會不弱 而是你 究竟你整年裡面 你奪了多少功夫 你自己的生活 檢不檢 你的飲食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 乖乖地 規規矩矩的飲食 去決定這件事 而不是 任何減肥的方法 令到你有沒有反彈 所以這個是 大家要清楚這件事 那 今年我們就減了 一萬二千一百十四磅 那 不知道你 減了的 當中佔了多少 我們當中有沒有你的一份子 那我相信是有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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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覺得 實在太厲害了 看到這個數字 那我都相信大家 是會繼續努力的 那如果 未開始的朋友 不用擔心 學務前後達者為先 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賽 只要你 隨時想知道究竟蘇果汁斷石 怎麼做的話 告訴我們 我們就會和你分享 那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如果你看了六個月 如果還沒like和subscribe 還沒follow的話 麻煩就按個按鈕 好不好 好啦 那今天講到這裡 那明年見 keep juicing 新年快樂 拜拜